有袁警是在台北市大安区的卧龙街一带执行巡逻 请问的时候就逮捕了一名假冒检察官的诈骗集团车手 他向警方说自己正要诈骗一名黄姓夫人 而这个袁警在巡视了四周之后发现了黄姓夫人的身影 不过这名夫人却不相信自己眼前站的是真正的警察 甚至还要坐上公车离去 那么袁警只好苦追公车 最后终于拦截诈骗 袁警骑着巡逻机车沿路追赶公车 接着上车后立即告知驾驶要执行公务 突如其来的举动让乘客都吓了一跳 原来坐在公车后方的一名黄姓夫人 是诈骗集团的首要目标 电话那一头就跟被害人说 我们袁警他是一个假的警察 直到公车上同车的乘客跟他说 他确实遭到诈骗了以后 那个被害人他才相信我们袁警是真的警察 原来袁警才刚在台北市卧龙街一带 发现一名年仅17岁的彭姓少年 身穿白色衬衫 手提黑色公示包 卫装成检察官的模样 其实是一名诈骗集团车手 而他的包包内还有一张未造的检察官交付命令 范贤他有跟我们讲被害的特征 那也坦承 对我们坦承说 他目前正在 正在着手进行一宗诈骗 警方调查这名彭姓少年的爸爸和哥哥 都在当诈骗集团车手 征讯之后将他移送法办 而当时受骗的黄姓夫人 因为不相信袁警 甚至还刨给警察追 幸好袁警和替代艺难切而不舍 才让夫人成功保住了他的60万元 谢谢李文斌张试者周静宇台北报道